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空 六千多年过去了 我们近视 生存 繁衍 不断进化 而今凝望着你 我们依旧在思索这一切的意义 人头虎 红桃材质 由养韶文化先民制作于六千至六千五百年前 那时候的人们不断打磨手中的石器 开始训养家畜 开垦田地 形成聚落 人类历史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的机缘 陶是人类第一次从无到有的实验 在双手的作用下 土壤 水 火交织在一起 发生物理和化学反应 实现质的转换 从对泥土的靶弄开始 人类认识到自身创造万物的非凡能力 出生如光明照耀 死亡如黑夜降临 人类一次次地发出悠长的疑问 也一次次地溶解在沉重的泥土 根源于对生和死的思考 人类开始了对自我的凝望 世界各大古老文明的决心 大约都从人像艺术的诞生开始 这件养勺文化桃湖 只不过是大地留下的 亿万张迷茫的面庞之一 桃湖的人像难以分辨男女 那微微上翘的嘴唇 仿佛儿童般纯真的扬起 这件器物既是胡 也是人的身体 那宽大浑圆的腹部 似乎隐喻着女性的风云身材 水与生育机能 人头湖的后背 伸出一根断面呈扁圆形的管道 用于向湖内注水 眼睛和嘴巴则构成出水口 窄小的出水口降低了器物的实用性 暗示了这件桃湖或许还具有额外的功能 当水从人头湖的眼睛流出 恰如泪水流淌 纪念着人类孕育的最初痛楚 那些古人参照自身捏速出的形象 比他们的制作者拥有更漫长的生命 与大地同兽 至今熔岩清晰 我们凝望着最初的凝望 感到另一颗心跨越时空 望见生命的力量之河 六千年 仿佛刹那间 村落成了国 符号成了诗 呼唤成了歌 九千年前 一只鲜鹤死去 把翅骨留在原始人的村落里 人们捧着它 耳边响起鹤群哀悼的声音 把鲜鹤的翅骨凿成乐器 这是一次勇敢的尝试 一只朴素的骨笛由此诞生 它的孔排列上下不一 吹口也还没有那么讲究 但仙人们用神奇的灵感 创造了一种朴素的乐器 并延续发展 不断丰富 直到今天 这是现代的声音 这是现代的声音 这是一千年前的声音 这是古笛 有九千年的历史 是最远古的声音 丁小葵一直珍藏着一只纺织的古笛 它的范本就是七千八百到九千年前的史前聚落遗址 河南甲湖遗址出土的古笛 1986到1987年 在河南甲湖遗址出土了二十多只这样的古笛 这也是中国目前出土的最早的乐器了 早期的古笛可能只是为了模仿鸟叫以吸引链 慢慢的狩猎之后的欢庆让这些古笛变成了乐器 再后来人类的审美不断升级 人们开始需要越来越复杂的乐音 在这些假虎古笛中 从最早的五孔到后期的七孔甚至八孔 正反映着这种文明的进化 很多人认为传统的中国音乐是五声音阶 七声音阶是外来传入的 而七孔的假虎古笛已经可以发出近似今天的七声音阶 这也让很多研究者改变了对中国古音乐的看法 而要在鲜鹤翅鼓这样不规则的管子上 找到吹孔的完美位置 狩猎的原始人必须一点点尝试修正 直到今天顶级的狄肖条音师都在用这种传统的方法 九千年斗转星移 生活逐渐转化为艺术 古笛也慢慢演变成逐致狄肖的大家族 今天在丁小葛以及更多的中国音乐家这里 这些来自几千年前的乐器也具有非常现代的表达 只是假虎古笛的影子也许一直在背景处 笛吟着历史的回声 穿行在古笛孔洞之间的 是九千年前人类的呼吸 那是文明的先生 那时风洞 此时心洞 桃出于土而练就生活 它需要摔 需要捏 需要烧 制桃如素人 在经过这些磨难之后 桃土便成了气 满成涅槃 变成神态各异的样子 而它 桃阴鼎 则是中国缘故桃气中最特别的一个 它是六千年前 新石器时代养勺文化的桃素 养勺文化以彩桃为最重要特色 器物多是生活用品 桃银鼎是唯一一件以鸟类为造型的 它当初是做什么用的 是盛水 储粮 还是祭祀 有为什么要把它做成是鸟的样子 正因为它的唯一性 缺乏参考 所以这些问题还在吸引着研究者去探究 但可以肯定的是 桃银鼎显示着六千年前 中国人的生活器具中 实用性与造型性 已经可以达到非常美妙的融合 王者之气 虽然看起来非常可爱 但是它的那种气势 它的那种拔气 还是很明显 可可偏爱古代器具中的动物造型 他要仿作的下一个作品 就是《陶鹰鼎》 六千年过去了 陶鹰鼎的制作地点 方式 方法 制作周期 烧制细节 都已经无惧可考了 现代的制陶者 也只能靠着图片和想象 用自己擅长的方式 去赋予它新的生命 我开始做的时候 我会先做身体这一部分 稍微等它干燥一些以后 把它翻过来 然后再继续做它的腿部 包括它的支撑 最后再会把鹰的头部 再做上 就是显示出另一种很现代的气质 用当下的话说就是萌萌的 时间不够用时 六千年前 古人就已经教给我们 如何与时间融合 如何与时间不较劲 假如陶英鼎会说话 他也许会告诉我们六千年前 他在熔炉内外的日日夜夜吧 今天他就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展示着天宫造化 展示着巧技神思 也展示着属于他自己的肌肉萌 大家对薄有怎样的理解 薄如蝉翼 薄如浅醇 一厘米 一毫米 甚至是零点二毫米 距今四千多年前 中国黄河中下游 龙山文化时期 最质朴的材质 邂逅了最巅峰的工艺 出土的数量极少的薄壁黑色陶碑 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千古绝唱 地球早期的文明 最先被陶器所散发的质朴光泽照耀 龙山时代的黑色陶碑 在多姿各异的彩陶世界中 如此与众不同 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 这是世界考古学界 对龙山时代黑陶碑的赞誉 这件蛋壳黑陶碑 气壁非常薄 口腰这个地方 大约只有0.2到0.5 我都不敢直接动它 里边还有陶碑 它这个镂空这个眼有点小 你还看不到这个陶碑 就是古人的一个杰作 特别高挑 最漂亮的 是我们蛋壳桃中最漂亮的 出土的蛋壳黑陶碑 造型各不相同 它们非自批量生产 工艺的背后 渐渐都包含着信仰与尊崇 极致的工艺 使黑陶碑独步天下 现在的技术 还原原始的工艺 要达到如此极致的薄度 依然是难以企及 这哪能显示出这个轮质的痕迹来 从这个部位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快轮制作的痕迹 这些地方也能看到 如此薄碧的淘胎 在快速旋转中非常容易破碎 做这类小型器皿 对快轮轮盘设备的精密性 与旋转时的稳定性 要求是很严格的 由于至今没有发现咬指 四千多年前 这些动力设备 究竟是怎样工作的 我们只能止步于想象 蛋壳淘 取材于远古时期 河湖中沉积的细泥 经反复淘洗 不含任何杂质 最质朴的材质 所能达到的极致 保障着器物的拉批塑形 与成型之后的细密坚硬 摇炉的温度 与烧制时间的把握 决定着淘气最终的命运 史前时代的黑科技 或许是这样的 独特的风摇渗碳技术 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 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 经过亚光的胎体表面 黑色呈现 这种神秘的 黑色的金属光泽 带着直观的视觉冲击和震撼 让人不由自主地 生发无限敬畏 不可轻举妄动的虔诚心意 可以想见 当时这种高端器物的生产 或许被特定阶层垄断 耗费如此的人力物力 去达到一种极致 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 也许作为理器 才能合理地解释 但可逃的存在 用规范化的系统 与工艺极致的器物 来表现祭祀中虚幻的理 这是权力与等级的诉求 龙山文化时代 黄河下游的山东沿海地区 陶器的制作 从随性到严格的工艺程序 预示着人类社会新的秩序 慢慢形成 如果蛋壳黑陶碑是礼器 那陶土在印度上的遗憾 只能等待未来青铜去弥补 这是内蒙古蜗牛特企发现的神秘玉器 雕刻的动物 鼻头上翘 眼睛微粗 扼下有网格状的纹理 颈背上似裂毛 有飞腾的动感 造型减速 预致温润光解 五千年前的风早已止息 而它还保留着在风中的姿态 之前在三星塔拉村也发现一件相似的轻玉器 被认为与中国传说中的龙有许多契合之处 因而获得了中华第一龙的成育 两件御龙都出现在内蒙古赤峰附近 这里是辽河流域一个古巨龙遗址 五千年前的人类创造了红山文化 那是自然和人类彼此直面的时代 生命和心灵以及全无杂念的想象 在双手中表达和传递 红山文化出土了大量的玉器 古朴 智拙 简约 厚重 玉珠龙是其中最为常见的神秘形象 在红山文化中 已是一个成熟而重要的标志 其实比红山更早的新龙蛙文化一致 已发现有猪龙崇拜的陶片摆放造型 养勺文化中也有龙虎贝壳陪葬坑 地理空间相距遥遥的文明 竟具有相同的感应和联系 龙被描绘为几种动物复合而成的神兽 海阔天空中仿佛万物同源 这样的形态也与中华多民族大融合相呼应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我们是龙的传人 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组成了龙的鳞片 舞动出中华文明的姿态 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 独特的标志性符号 龙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们把玉龙在不同时代的形象 演变串联起来 试图追寻他的足迹 玉龙形象的演变 体现了历代审美风尚的继承和延续 龙的形象回归到全体的绝 这个卷曲仿佛婴儿在母体内的形象 成为几乎最古老的器物雏形 这是个体生命被孕育的开始 也是文明被孕育的开始 有时我们会对着光源去看玉 就像五千年前的仙民一样 看它的清澈和透明 看它挺直的脊梁在空中跃起 这块玉成为我们身体延伸到空中的部分 在时光中飞翔 起舞 起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